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就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的一个演讲的一个大纲 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是介绍移动云对象存储EOS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移动云对象存储EOS中 我们为什么选择使用API6作为我们的一个网关 第三点的话就是基于API6我们做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 首先来介绍第一部分移动云对象存储EOS 在介绍移动云的之前呢 我对象存储之前 我首先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公司 中国移动云的内中心 那中国移动云的内中心呢 是作为中国移动云设施的一个构建者 云服务提供者以及云生态的汇聚者 承担了移动云的技术研发规划建设 运营维护合作分入合作引入 然后销售支撑以及知识上云的六大工作职质 同时移动云也是中国移动基于移动云 计算技术建立的云业务品牌 按照集中管理统一建设 统一划分分级建设的一个原则 然后完成了N个中心节点加31个省节点 以及X个属地资源池的一个资源布局规划 截至到20年10月份 全国共建成25个公用云节点 省份覆盖率超过了一个80% 其中对象存储EOS 作为底层基础设施能力之一 也已经在所有的资源池中 进行了一个部署规划 目前的话 整体对外可受规模的话 也是达到了EB的这样一个级别 下面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 对象存储的一个发展历程 那对象存储呢 它从08年至今也经历了四代 从G1到G4 然后这四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变迁 那首先第一代的话 也是我们最早的一个版本 那当时的话 也就是一个初险阵容的一个版本 当时就发布了对象存储一个5系列 那同时呢 就是说在16年呢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着手了第二代对象存储 那第二代存储的话 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功能特性的一个快速丰富 那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主要是基于一个SERF实现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定制 然后当时我们整个像包括现在 我们整个在社区的话 国内的一个排名的话 也是在top3 同时的话 就是在整个产品上也实现了一个接口的一个标准化 然后兼容S3接口和SWIF接口 那到了19年和19年开始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第三代对象存储 那第三代的存储的话 就是在第二代的技术上 然后除了是在功能 同时在性能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扩展 尤其是在实现了一个单筒双摆的一个突破之后 那我们这边就能够很好去解决一些大规模海量 一个扁密化存储的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支撑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 存储能力的一个 无限制的一个扩容 那同时在这个版本中 我们也首次引入了一个七层的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能力 然后实现了一个数据面的一个流量之旅 支持了一个TP级的一个入口带宽 同时在第三代过程中 我们在可观察性和可维护性方面的话 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建设工作 到了今年 也就是我们发布了全新的第四代对象存储 也就是支持一个全局纠缠的这样一个架构 实现一个异地的一个多火融栓 不论是在那一个数据的一个持久性 以及服务可用性上面都得了进一步的提升 整个数据可靠性达到了12个9 然后服务可用性的话也达到了99.95 在可维护性上面的话 我们上线了自动价值服务和交付编排服务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有助于自动的实现一个故障的一些隔离和一些故障的一些治愈的一个功能 同时我们也全面去拥抱云原生 然后在数据面和控制面等方面的话 全面向容器化的一个方向去 做一些部署编排工作 同时我们还进一步去基于那个七层负载均衡的能力啊 然后去促成了各个不同的一个像observer模块和以及manager模块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然后包括像日志集中的话的一个日志的一些分析系统等等 那我这边的话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对象存储的发展历程 接下来我们就讲解一下我们对象存储 eos一个节点的一个管理师图 那我们首先是整个对象存储的话 它是分为两个平面的 一个就是我们date plan的一个数据平面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control plan的一个控制平面 那数据平面这一块 无庸置疑 那很简单 就是它主要是承受了我们整个一个业务的一个IO流 那首先我们的一个业务数据的话是从API6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七层流量治理模块这一块做一个入口 然后呃 然后就是accessor作为API6后端的上游的upstream 然后也是实现业务接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模块 在这里我们像包括一些业务的一些接口啊 API接口功能特性啊 还包括我们的一些全局纠三策略 都是在呃我这一个accessor层来去实现的 同时再往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索引存储的一个持久化存储 以及我们的一个数据实际数据分片的一个slice的一个持久化的一个存储 呃最下面的话就是我们通用的一些XAPI6啊 包括还有ARM平台架构的一些通用的一些硬件能力 那在我们控制平面呢 我们主要有几大服务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动驾驶服务manager 还有可观测系统 以及混沌工程呃故障注入模块 checker 再往下的话就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交付编排系统 official以及灰度发布平台 然后publisher 整体的话就是呃在由数据 data plan和一个控制平面 control plan 然后构成了我们整个对象存储的一个呃整体架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下在对象存储中我们为什么选择 想用API6来做为我们的一个那个流量的一个入口 也作为我们的七层流量治理的一个模块 那首先呃一个肯定是基于我们产品架构的一个 眼镜的一个架构的一个需要 从前面有一张片子我们也介绍了从基一代到基 基四代的一个对象存储的这样一个眼镜的一个规划 那随着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功能的一个丰富度 以及整个架构规模的一个呃集群规模的一个变大 那我们这一块的话就需要有更多的控制面的一些手段 还包括一些那种呃流量治理还有服务治理这样一些手段 然后呢保证我们整个这样一个系统的一个稳定运行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细利度的一个业务功能的一个实现 在这一块的话我后续的话会着重的去强调在 呃API6上面我们是如何去呃通过API6这些特性啊 还有功能插件 还有包括我们自定义去开发的一些功能 一些插件如何去满足我们的一个匹配我们的一个业务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就SF服务的一个等级保障 那一般像SF服务等级的话它的一个可用性这一块一般就是强调的是两个指标 就是包括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 以及系统平均故障修复时间 那如何有效去拉长和缩小对应的这两个时间 那也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去考虑的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在故障隔离以及自愈 应该也就需要更为灵活的一个流量治理和及服务治理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说呃引入API6实现七层的一个流量治理 那这一块的话也是呃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对象存储系统 我们为什么要去选择API6呢 那我们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知道像API6它是一个微服务的一个网关 它不仅可以处理一个东西向的流量 同时还可以处理一些南北向流量 也就是服务之间的一些流量 API6的话它集成了一个控制面板和数据面 与其他的API网关相比的话 API6的话的上游路由插件它都是一个全动态的 修改这些东西的话都实际上是都不需要去重启 并且的话像API6的插件也是一个热加载的这样一个过程 可以随时的去插拔修改插件 对于业务连续性要求非常高的情况下 这些能力是传统NJX所具备的 众所周知像NJX所有的功能都是基于那个配置文件来实现的 因而像Posted这样一些存在路由啊 路路由上游证书怎么不能那个动态加载的这一些特点 同时我们也可以去看Github上面 关于叫官方文档的一些介绍 API6具有一些像全平台支持多协议 还有包括全动态的一些能力 以及精细化路由安全防护用为友好 然后可以对接像Promic修斯啊Skywalking这样一些插件 然后同时还支持在一些高高度的扩展的一些能力 都是我们这边需要去希望能够获取到的 同时像整个这一个阿帕奇它作为 API6它作为阿帕奇旗下的一个顶级的这样一个开源项目 那实际上的话它也遵循的就是说社区大于代码的这样一个文化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氛围 所以说它的一个社区生态业务需求满足度的话都是 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也是在这一块的话 你比如说像它的一个贡献者 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的话就迅速的突破了200多 那这一块的话它其实它的一个发展 其实应该也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些瞩目的 所以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是 众人食材火焰高嘛 所以说这一块越有更有更多的一个开发者去 共同去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中来 而且就是社区文化的话也秉持在一个开放合作的这样一个态度 能够能够为大家去打一解货 然后也是我们国产中的一个高性能的 应该说是目前来说是最好的这样一个网关吧 所以说我这也是我们选择这样一个API6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七层流量治理平台的这样一个关键点 那第三部分的话就是说 基于API6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首先就是我想先简单的谈一下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业务诉求 那我们比如说像在业务上 我们有内网的一个隔离的一个请求访问 那这一块的话内网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在于专辞层面来讲的话 他有东西向和南面向之分 同时就是说像原来我们的一个SSL的话 都是在我们的一个前面说到XS在一个接入层 然后业务逻辑处理层去做卸载的 如果我有每一个实力的话 他都要去做一次卸载 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统一的一个机动去卸载 第二点的话像后端的话 比如说资源的应该熔断保护能力 那在这一块呢 如果就是说 业务这一块 然后就是前端的一个请求啊 或并发数这一块的话 远远超出了后端一个能力的话 那在原来的话 我们这一块的话 是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去保护我后端的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需要对后端做一些熔断的一些保护功能 同时包括禁用上游 upstream的一些部分接口功能 对吧 那我们这边的话实际上说是 包括社区啊 saf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产品 实际上说是兼容那个 s3接口 那实际上他也并不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s3 结果实际上在这里面的话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 也是一个compatible的这样一个兼容 接口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支持 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有时候 如果去使用的话还是要去 使用s3加完sdk的话 还是要去对有些功能做一些禁用的 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业务需求 需要去实现这样一些禁用的一些功能 第4点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见的一些 像一些什么透明升级啊 透明扩容啊以及透明配配置变更 我们都知道那你比如说我在关键啊漏镜 也就是我现在的一个upstream的一个上游 如果我要去对他做一个版本的一个更新 那原来的话对于这种一些inflat 在一些飞行请求 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的 呃 说说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结合 呃API6所提供的一个七层的一个能力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通过动态的去呃 更新我后端的一个上游对吧 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全动态的嘛 上游或者说就是更新他的一个 权重能力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完成我后端的一个 呃后端的那个upstream的这样一个 动态升级过程或者说扩容 甚至于就是透明的一个配置变更等能力 呃同时还有就是包括我们呃对于这种 大型的一个呃集群环境的一个建设了啊 所以说我们这一块的话也会去上线 我们整个日制无法化的这样一些呃功能特性 那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呃我们把所有的功能 模块同在Io路径上然后把它串联起来 那这一个的话我们在七层里面 如果支持这种request id的一个注入 然后所有的模块都携带这个request id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日制来去分析整个系统的一个 Io路径上的一些性能瓶颈和实验的一个占用占比情况 同时我们在第四代中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整个第四代的对样存储 它是一个跨AZ的一个呃能力呃具备在一个跨AZ的一个请求调度 然后实现一个多活容灾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就需要实现一些请求的一些那种 AZ的一些调度能力的一些实现 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自己基于 API6它的一个plugin的这样一个机制 然后通过Lua然后写了一个可插拔的这个插件 然后来实现一个请求的一个跨专辞的一个调度 那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我们那个内网的一个 请求风铃的这个业务需求 那我们是怎么实现的呢 那首先我们的业务模型是就是我 有内网域名和一个外网域名 那内网域名很明显 就是说对于我资源池来说的话 它就是一个东西向的一个访问 你比如说像我的一个 资源池内部的一些虚虚拟机 或者说裸金属以及其他的一些那一种 底层的一个S能S产品 那这一块的话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那种应用平台内的产品 它需要用到我的对象存储 但是它实际上这个流量 它是局限在整个资源池内部的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为了减少南北向的 这样一个带宽的一个占比损耗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更倾向于就是说 使用这种一个东西向的一个流量模型 所以说区别区别是有有区别于那个南北向的 那对于像这种外网域名呢 实际上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呃存公网的一个访问 那这种情况下 你比如像公网的一些公寓嘛 然后公网的一些2c和2b的这样一些客户 然后通过那个seminate 或者说是通过物理专线 然后来访问我们的一个对象存储 比如说像混合云架构这一块 那它这一块的话就是要通过那一个 呃出口路由那一块 然后再进个南北向的一些核心交换机 然后最终实现一个流量写入到我们 资源池内 那这一块我们把它认为是资源池层面的一个 南北向流量 那在这种情况下 呃我们 呃我们这一块的话就会给他提供一个外网域名 供他进行一个访问 那为什么会去东西向和南北向做一些区分呢 一个就是刚才说了整个的一个流量模型不一样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呃像对象存储 他一般的一个机费模式啊 他也是有区别的 你比如说 呃他在那个出资源池 出口流量 其实一般是都要去收费的 这个的话不光是 就是呃移动云也好 或者说像包括其他的一些公云厂商 他们都是在一个收费模式 就是说你的数据上传到云端入云 我不收钱 但是你要说出 呃出资源池的话下载 那这一块你是要付流量费和请求次数的这样一些费用的 所以说这也是基于计费计量维度这一块的考量 所以说我们也 呃进一步也要把它做一个物理上的一些隔离 那同时的话就是说呃我们有了内网域名和外网域名 那我这一块的话就是需要 同时去支持多证书的这样一个配置 呃多域名证书的这样一个配置 然后提供一下 hts这样一些那种加密访问 呃那在这一块的话像api6的话 他其实都很友好的去支持了这一点 你比如说他同时可以支持多个sdni的这样一个 能力的一个接入 你比如说像我内网域名和外网域名这一块 其实他呃都是呃域名 本身是三级域名是不一样 同时我这一块还要去支持这样一个放域名 那整个api6在这一块的话都能够支持这种 sl证书的一个动态一个加载 呃说到动态的话 这一块的话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 那我们的像呃ssl证书的话都是统一去购买的 一般的话像现在有效期的话也就在一年左右 那所以说每年的话我们都要去动态去更新 这样一些证书 那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能力 然后去更新这样一个重 呃更新这个ss证书的话 那对于我们呃24小时不间断的这种业务 他的一个连续性的话还是呃比较可观的 呃下面就是讲一下我们那个请求荣荡保护 那这一块的话我要就想重点去讲一下 就是说前面我们谈到的数据面和控制面 那我数据面的话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相当于就是基于七层路由嘛 然后这一块的话实现了一个请求 请求的一个接入的一个处理能力 那我们的控制边是怎么去做的呢 前面我们说到我们有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服务 和一个manager和一个over一个可观测的一个系统服务 那这一块的话首先 可观测系统的话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主要是基于托密修斯这一块去搭建的 那我们整个可观测系统的话有一个指标收集 然后就是还包括了一个告警这一块 都都都是具备的 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去获取指标 获取指标之后 然后如果触发了一个告警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会发送一个可观测系统 然后就会发生一个深的一个告警出去 你比如说这一块举例的话就是一个就是index的一个组件的 它的一个容量 已经超配额了 那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去发出一个告警 那这个告警的话 他被我们的一个自动驾驶服务manager 然后捕获到 那我manager的话 那它是一个事件驱动的这样一个框架 一个一个框架 然后这一块的话 他就可以去接触到这样一个阿拉的告警之后的话 他就一个事件驱动一个方式 然后去使能我们这样一个熔断的这样一个路由 那这个熔断路由的话 我们一刚开始是写了这么一条路由 那路由的话可能就是针对于pood和post的这样一个上传 这样一些或者分块上传这样一些请求 然后我们去设定它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优先级 同时但是同时我们把它的一个stator的一个状态设置为 设置为一个disable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当我们这个manager接收到这样一个熔断的一个请求之后 熔断一个请求之后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通过那个api动态接口的那一个能力 然后去把我们这一条路由然后使能起来 然后让他那个那个正常的去工作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根据那个优先级的高低 然后最后的话就拒绝那个pood和post的这样一个请求类型 最终实现后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熔断保护能力 第三点的话就是像自定义那个constant的key 然后实现一个传具信流 那目前像社区里面的话 我们的一个像limit connection 这样一个插件 它实际上主要是支持像remote address 也就扣端ip和服务端ip solver address 以及x forward flow 以及x real ip 那实际上在这一块的话 它并不能够对于这种 传统南北向的 南北向网关的这样一个流量这一块的话 它是不能够对它做一些那种全局线流的 那这些的话 它比如说它可能 基于每一个remote address 每一个扣端ip 都给它去做这样一个限额的一个配置 实际上它就相当于 针对于不同的remote address的话 最后就相当于整个这个节点上 它所能处理的一个connection的话 实际上它是一个叠加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基于此的话 为了匹配我们的一个业务需求 我们自己就自定了一个那个constant的这样一个常量 作为我们的limit connection的一个key 的一个处置范围 那右边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修改后之后 然后我们的key的话 然后也是支持这样一个常量的一个常量key 然后实现这样一个全局的这样一个限流的一个功能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功能特性开关 那功能特性开关的话的话 就是前面我说到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并不是完全全去兼容整个s3的一个接口规范的 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像有一些功能点的话 那在这一块我们还是希望在那一个网关层面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的IPH6层面 就把它进一个关闭 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避免 就是说对我后端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接入层 还包括我甚至于后端的一个持久化成这一块的话 浪费过多的一些链接 还有一些那个资源损耗 同时你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那种在支持get 请求优先的一个情况下 最简单一点的话就是我的一个用户数据 在要取回数据的时候 他get的请求元级要最高 那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就通过去 API6这一块 然后来实现我整个的一张一个功能特性 然后来支持get元级优先高于那个put delete等等 同时还有就是像对象存储里面 一般都会有那个对这样对统的 这样一个list的这样一个功能需求 那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种 像我们对这种G3代G4代这一块 他面向的里面都是百亿文件对象的 实际上这一块的话 如果你再次通过这种orderlist的话 那实际上就相当于对后端的一个 一个是请求反过时间会特别长 第二个的话就是他这一块的话也会 占用比较多的一些资源 对后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稳定性的话 也提出了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就是去使用 这样一个orderlist的这样一个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反而会选择就是说支持 建议客户使用一个onorderlist的 这样一个类型请求 但是如果你在调orderlist的话 那我这一块的话就是会直接在 在网关层面的话就给你拒绝请求 并给你返回一个501的一个not implemented 未实现的这样一个状态 还有就是像透明升级扩容配置变更 那这一块的话也就是说 我们上游的组件 整个IO路径上一些关键组件 需要做一些升级扩容 以及一些配置变更的话 那我们是希望对前端的业务是透明的 然后无感的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话都会是结合于这样七层 然后尤其是像api6这种 然后动态的去扩收容 然后动态的去升级 然后来控制后端的一个那个权重 然后来并能够让我们后端的一个upstream 然后更好的去把我们的那个inflat 整个飞行请求 然后处理完之后 然后再做这样一些升级扩容 最后完成扩容 完成这样一系列的一些透明操作之后 然后再加入到线网当中去 然后去承接我们的一个业务流量 那这一块的话 api6它也本身有比较好的一些解决方案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基于request id 然后实现请求日资的一个跟踪分析 那我们知道的话就是前面也讲解了一下 我们整个的一个数据的一个IO的一个流进 就是扣端到api6 7层负载 然后再到我的一个网关 以及后面到我的一个索引的一个持久化 以及一个数据的一个持久化 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就是基于像 阿信一个log这一块的话 然后实现了一个日志的一个集中收集的一个管理方式 那我这一块的话就是把 IPS6 accesslog 还有包括像其他的所有的一些进程的一些log 全部都统一集中起来 然后进行一些集中化的一些分析 右边的话就是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使用了社区里面的 这一个plugin的一个request id 这样一个插件 那我们在API6请求进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他分配一个分配一个request id 那我这有了这个request id的话 我会把它一直往下 比如说再到业务逻辑处理场 以及数据的持久化层都会把它带进去 那这样的话在我们的一个locate面板 locate的一个管法面板上面的话 我只要是输入我这个进程号 进程id以及对应的他的request id号的话 我就能够过滤出各个不同组件 他的一个日志的一个时间错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同时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的话 都是按照自定义的这样一个 首先是这个日志啊 它是遵循了一个rf文档的一个日志的一个规范的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 但是这里面的话信息都是根据我们实际的一个需要 然后来判别我们整个请求在每一个IO路径上面的一个 实验消耗的一个情况 那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判的 给我们判断就是说 为后续的一些AI的一些智能化分析 然后来提供全链的这样一个 实验的一个损耗的这样一个跟踪服务 最后一点的话也就是在我们多AZ 多AZ的这样一个版本 实现一个全局AZ的这样一个请求版本中 然后我们是支持一个跨AZ的一个请求调动能力的 那首先在前面我们的4层复材童谈中的话 主要是基于那个DPVS这一块 然后通过那个等E3P等价路由 以及BGP路由这样一个发布的一个形式 然后实现了这样一个多活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它4层后端的话 也就是我们7层的一个API6 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7层流量的一个治理能力 那这一块的话 我们定义了就是说 有三种一个类型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处理 首先 我们每个API6节点 然后接受到一个业务流量的话 它都是只会发送给本节点上面的 上游去进行处理 那这一块的话也很类似于side card的这样一个模式 那其次就是说如果我这个上游 本机上面的上游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 那我的API6的话我会选择 以Level1的方式 然后把它转发到我同AZ的其他的一个上游节点 去进行一个处理 如果很不幸 如果我整个这样一个AZ内 所有的这样一个上游网关的话 全部都挂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那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相当于 依然是基于我们的API6 然后实现一个请求的一个跨AZ的一个调动能力 然后把它写入到其他的一个AZ里面去进行一个处理 最终实现一个跨AZ的一个请求调度 最后一部分就是谈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个规划 那在未来的话我们首先是全面去拥抱云阳声嘛 然后就这一块的话实现目前我们的整个控制面 已经实现了个容器化的一个部署编排 那我们的数据平面的话也要去实现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全面实现一个部署编排 容器化的一个部署编排的能力 同时像我们现在的一个数据面 控制面那我这一块的话就是 很多都是基于IP这样一个port这样一个访问方式 那后续的话 API6这一块它也有就是像作为 替代那个KBIS ingress controller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块的话 后面实现一个数据面和 控制面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统一 然后都通过API6 然后来解决我这个控制面的一个统一 访问的一个入口的这样一个能力要求 第三点就是我们这一块的话 未来的话会更多的自动驾驶 manager 以及那个可观测observer 指系统一个融合能力 进一步实现故障的一个隔离以及治愈能力 最后的话就是像包括在统一健全认证 以及访问安全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考虑就是说把我们现在对样存储 S3这一块的一些认证的一些能力 然后把它移入到我们的一个接口层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更好的去 就是说实现统一的健全 以及安全访问 这样子的话也更好的去保护我整个后段 那个能力 我今天整理的一个介绍就是在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需要去进一步了解的